上星期的話主要是已經講到 等於是 住宅切到下載 資料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就是把圖畫出來 所以上個星期 主要是做了這個切到 當然你如果要再執行它 記得要把這個工作表先刪掉 因為如果沒有刪掉的話會有重複的 這個工作表會產生錯誤 OK按一下 它就出現這一個跟這一個 理論上我們實際上 就是按下按鈕之後的話 必須產生這個樞紐分析表 跟這個樞紐分析圖 OK然後把它的這個名稱改成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今天的話一樣就是要再把另外還有三個按鈕 另外三個按鈕的話基本上它的功能 就是這個各區折線圖 這折線圖我們之前做過 有沒有 那做過的話 實際上我如果不想做 因為假設你經常 或者每天都需要把這些圖 給做出來 每次都重複做 其實也滿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這個事情 把它做出來的話 當然你可能要 想辦法把按鈕按下它 自動把這個 這個圖給做出來 那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這個圖怎麼做 有沒有 我們是先一樣 先做這一邊的 再做這一邊的 OK 實際上跟上禮拜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的話 如果你假如不知道怎麼寫 你也可以用錄製的 因為在SENV裡面它有VBA 可以幫你錄製聚集 那當然錄的話可以分拆成兩塊 所以這一塊 錄下來 這一塊也是 那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 比較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增加圖的部分 因為我們會有坐標 放在第二的位置 然後總共 可能10個欄寬 所以我們可以以這個第二當基準 然後呢 產生10個欄寬 然後列高的話 大概也許到20好了 比如說20列到21 然後可以 它這個第二乘上20 那就它的 位置 然後跟它的寬跟高 那這個可以後加沒有關係 所以你錄製的時候 其實只要錄什麼 錄那個 這個圖的 等於是 形態 然後把它產生 所以這邊假設 我希望做出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各區什麼 比例圖好了 OK 將來也許可以在這邊 出現一個按鈕 各區比例圖 那當然做法的 第一個啦 一樣就是你可能如果 不會做 那個 之前你可以先怎麼 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當然是插入什麼 插入順的分析表 一樣 所以先產生什麼 先產生這個 左邊的部分 OK 那左邊部分 當然第一個 插入順的分析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 範圍OK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把那個什麼 區的部分 拖拉到列 不過如果你錄製的話 記得顛倒 先直 再列 主要原因 當然我前面講過啦 主要就是如果你假設 先列再直 它結果會翻錯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假設沒有顛倒的話 那一直行發生錯誤 OK 原因不明 然後再來的話 等於多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這個區的部分 排序一下 所以這邊 資料裡面有個力道 A 排序一下 那當然啦 其實比例部分 也可以加啦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我是用比例的 這個加不加到 OK 如果你要加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有個值的欄位設定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什麼 值的顯示方式 改成總計百分比就可以了 OK 你這邊就百分比了 那這個看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 無所謂不加也沒關係啦 OK 那其實大概是幾個動作 一樣嘛 我們把這個幾個動作怎麼樣 最後 這個名稱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叫個區比例圖好了 OK 然後 所以我希望把這些動作全部連貫在一起 彩排過就OK了 那我們就開始錄製一下 所以一樣到開發人員把他叫出來 開發人員這邊 有開發人員 然後 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開始錄製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能NG了 你可能就是要 把剛剛的動作 順著 1234 這樣把它做下來 然後最後再把註解加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加一個 這個叫個區比例圖好了 比例圖 OK 這樣OK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嘛 第一個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範圍確定OK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 區 拖拉到 理論上是列啦 我前面講過錄製的話顛倒過來 先直 然後再列 OK 然後再把優標放在 B4上面 做排序 所以點一下 B4 OK 然後呢 在資料裡面的力道A 這樣的話就OK了 那當然那個要不要設百分比這個 你們可以 看 事情況 因為多一個動作等於多寫一個程式啦 好那OK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不加好了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停止錄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劇集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區比例圖 按編輯 OK 所以你錄下來的東西 到底程式長怎麼樣 你可以從什麼 開發人員裡面的 這個地方有清單嘛 就是你剛剛錄製的這個程式 它會幫你把它列到這個劇集裡面 那你可以在這邊找到個區比例圖 OK 如果你沒有NG啦 如果NG就重來就對了 OK 那有哪些地方要改 還記得吧 上禮拜差不多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的話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個區比例圖 那我把字放大一下 因為這看起來太小了 所以這個工具顯像撰寫風格 把它改一下 那我前面講過大概幾個地方 第一個我習慣把上面的數據拿掉 那你會發現第一個啦 它就是SHIT ADD SHIT ADD的話 實際上就是新增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會多一個工作表 就是因為這個敘述 SHIT工作表 新增 有沒有 然後呢 底下這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 Active Book Workbook就是目前的工作簿 就是目前這個檔案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叫Worksheet Book 這個Worksheet Book的話 實際上 像 怎麼會有這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點Pybit 所以錄下來的話 這個可能有點NG 它變成說它以這個 這個當成 來源 所以 好啦假設這個暫時 我們先列入過 如果不管它 理論上應該 你們可以還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錄下來的 應該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Pybit Cache 點Create 那這個地方錄下來 其實它多了一個這個 多了這個 這個敘述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拿掉啦 我們先暫時不管它好了 等一下看看如果可以的話 把 把這個拿掉 因為它為什麼會去偵測到 這跟這沒關係啦 那裡面可能有幾個地方 需要 做調整的 就是 我前面講過有個那個 Default Default 這邊好 這個有Default 這邊 記得把工作表3 前面這個 驚嘆要這個拿掉 意思就是說啦 我目前 當然我add的時候 它目前名稱叫工作表3 但未來 不見得一定要工作表3 它可能變用工作表4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邊 沒有把它刪掉的話 那它變成就會有bug OK 那你說刪掉那將來怎麼辨識說它到底是哪一個功能 如果你不加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目前這個儲存格 就是A3這個儲存格 OK 當然如果不加 反正就是它就對了 那就不要加好了 所以記得我前面講過 這個可以刪掉 就是在Table Designation這個參數 把它的工作表名稱delete掉 留下它的儲存格位置 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當然是不改 還有這個Default Version這個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如果看到Version的參數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拿掉 如果你看到豆點 記得把豆點 底線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其實也不用 還記得吧 我有把這兩行刪掉 然後底下這些預設 預設的參數也把它刪掉 所以Wiz到EndWiz 這些通通可以把它砍掉 留下什麼 留下這個就是 樞紐分析表的相關設定 留下這個就OK了 底下的話呢 就是 拖拉到值 然後再來就拖拉到列 所以底下這個是 應該這個地方是拖拉到 拖拉到值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行 這個是拖拉到值 然後這個是拖拉到列 然後底下的話呢 才是排序 排序的部分的話 游標是放在B4 然後再把它做排序 所以 分別呢 我們就可以加上註解 那當然呢 最重要是 可以再把它run一下 如果OK 那表示這個聚集是可以run 所以把它 delete掉 再run一下看看 然後run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 當然 我建議啦 如果你不確定 記得按F8 F8的話 就是 主行主行跑跑看 F8 有啦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它名稱已經叫工作表4了 它不是要工作表3 所以如果你假設 剛剛這個名稱 沒delete掉 那這個地方已經發生錯誤了 OK 好 那這個是關鍵 因為它這個地方 是多這個敘述 它其實 我在想說應該它是拿什麼 拿那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裡面的 這個 Pivot Cache 就是用它裡面的 快取 來當成是 資料來源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的 Cache 加進來 可能要把它的快取刪掉 我們看它run OK 如果可以過的話 顯然應該是 這暫時可以 那沒問題 所以它實際上 是拿什麼 拿那個 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裡面的這個 樞紐分 因為前面用過的 Cache 它就拿來 繼續沿用 所以這樣好像也沒問題 沒問題 OK繼續用 然後針對它呢 我們做一些 設定 比如說底下這個 所以上面這一段 實際上是 新增工作表 並且把 Swinner分析碼產生 這個的話應該是 Repeat All Label 這個好像這一行也是跟上面 一樣的 所以底下這個才是 拖拉到值 拖拉到值 是這個 拖拉到值 OK 拖拉到值 然後再來這個是拖拉到列 A有啦 OK 然後底下這個是排序 有沒有把游標放B4 然後根據這個範圍做排序 好那這樣OK了 所以這個 各區比例圖呢 就完成了 所以 大概 你先彩排 彩排錄製 如果不Sa R 工作表前面记得R3C3 这个R值的列 等于是第三列的第一栏 那其实就指A3 意思就是我要把这个枢纽分析表放哪里的位置 就放这里就对了 OK 那当然未然你也可以改 这个是可以 最后如果我希望把这个工作表名称也改成叫什么 改成叫做各区比例图的话 那我好像跟各位讲过了 你可以在最下面加一行 把这个目前的工作表 所以叫Active 目前的 目前使用当中的那个工作表叫Shit 它的名称点Name 点Name等于什么呢 等于叫各区比例图 所以名称用这个 一模一样 把这个拿来用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再Run一下 这个把它Delete掉 然后这样子 再把这个Run一下 其实应该就可以啦 Run一下 有嘛 各区比例图就有了 那 各区比例 这个我们顺度分享OK之后 那接下来等一下再来看 画个图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画个图 这个图呢 基本上坐标是放在第二 然后它的宽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十个蓝宽 放在这边好了 所以 第二应该上面这个 跟着一下 应该是这里 然后 然后十个蓝宽 大家叫M 然后二十列高的话 大概到底下啦 或者是看二十列 或者是十五列 可以看多少 然后呢 把这个图给画在这个位置 希望画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其实跟上个礼拜也差不多 也就是你一样啦 如果你假设 不会写那个程式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一样 录制聚集 录制之前一样彩排吧 彩排就油标先放在苏纽分析表 然后呢 这个苏纽分析表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有个苏纽分析表分析 有苏纽分析图 那一样呢 绘制什么 绘制那个圆形图 那圆形图里面呢 当然新增标签一下 后面我想 等下再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所以这里 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还记得 就是那个 录下来的东西 记得就是说 它里面要改的 我刚刚特别注意 主要改动的 其实就是这个 Table Designation后面的那个名称 有没有 工作表 我是工作表三金账号 你把工作表三金账号 delete掉 另外的话 有个什么Default Version 那个你目前用的版本 是一样 不删也没关系 但是未来 如果你会换别的电脑 使用这个档案的话 那可能就是那个那一行要把它删掉 OK 其他应该也没什么改动 那你再看一下 哪些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试试看 画面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会是那个 枢纽分析图的部分 所以一样 按一下 各区比例图的按钮 它可以帮我产生枢纽分析表 也可以帮我产生枢纽分析图 OK 试一下 试一下